守护爱和平的假面骑士 如今却被整座城市的人追杀 就在刚刚 战畜驾驶的汽车就下了一堆姐弟 随后变身成假面骑士创起 与怪人展开追逐赛 与此同时 广场上显示着东都直视 在演讲时提出了消灭假面骑士的计划 怎么回事 莫非你也是从奥特宇宙来的 男人截取了创起的对战画面 对外宣称 骑士们真的破坏世界 接着他抬起手掌 收神秘力量控制了台下所有人 另一边 战兔解决了怪人后 身后出现了大量吃瓜群众 二话不说就向着他起来 一脸懵逼的战兔 好不容易从包围圈爬出 又很快被发现 无奈 二叔只能被迫减肥 战兔在马路上到处乱窜 除了规避路人的偷袭外 还要躲避飞机扫射和人肉炸弹 这一幕像起了童年的接机游戏 爆炸中 战兔换来机车冲出包围 随后借助正在回收的吊桥逃离 但他还是小看了朝阳群众的力量 被一路追到祖传球场 眼看前面每路 战兔一跃来到观众席 就在他喘息的功夫 几家二傻出现在了身后 两人同时变身成假面骑士 挡住人群 让战兔去调查事情的缘由 可这时 反派中的妹子出现 变身成剪刀怪人 伊海和焕德为了掩护战兔离开 与怪人大战 但没想到对面直接开打 召唤无数的利刃扎飞两人 群众们複拥而上 两个骑士满身大汗 腰带被强制掠夺 人也被关押起来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战兔身上 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此时的战兔沉迷抓拍 无法自拔 注意 此非禁止画面 战兔再次上野绝命逃生 毫不容易回到家中 美空和鲨鱼竟然也被控制 在两个妹子的撕扯下 战兔到处逃窜 一个不注意 被杀兔的回先剪刀腿 此次锁住 可可是老生的两配 战兔挪动身体 拉下实验室的紧急开关 趁着混乱躲进隔间 并加这边的消息 告知给既有龙我 他遇到情况不对的龙我 打算赶回 可这时 反派的小弟出现 将他赶出车外的同时 拿出迷失能量屏 变身成五脸怪人 他竟然就是杀害龙我女友的罪魁祸首 看到传人就在面前 龙我车里炸了 奋动下的龙我 对着怪人重拳出击 完全不给对面任何还手机会 龙我一脚招飞怪人后 打算补到终结 可这时 反派首领出现 使用相同的手段 控制了龙我 一直等不到龙我回应的战兔 只能独自前去调查 在东兹研究所 他发现 反派三人组和一种 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在他回忆过往的功夫 反派首领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他们和一种 来自同一族群 只不过 现在一种背叛了他们 忘记了毁灭地球的任务 反派首领召回来 被控制的龙我 让其对着战兔 展开家暴 无心对战的战兔 变成成非因加特林形态 从窗外一跃而下 创极高落地 灵灭就走来了一群丧尸 身后还有被控制的美空和鲨鱼 感染的首相不断嘴炮 被惹怒的战兔 切换成双兔形态 向他发动攻击 但被龙我挡住 看着被控制的既有 战兔不忍心还击 能被斗挨打 战兔被一拳打翻在地后 被反派的手下钳制住 龙我在反派首领的指挥下 释放骑士梯 爆炸过后 战兔被打得解除变身状态 按照惯例 每刀战兔准备一某 天空必然大雨倾盆 龙我来到战兔身旁 取走了他的危险扳机 对象他叫给了反派首领 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不愧是假面最穷的反派 所有装备全靠减 反派首领人和手下和龙我的力量 延伸成之尊隆后 便要出手终结战兔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黑洞起受了所有伤害 曾经的大反派易总 出手接下来的战兔 显来的战兔不理解易总的迷惑行为 他打翻了他的火星咖啡 战兔毒气离开后 接到反派首领的电话 反派首领告诉战兔 想要唤醒龙我 需要拿潘洞拉魔盒交换 另一边 吉亚二傻终于等他的支援 就是主内海 带着吉亚驱动器找上了他们 不愧是你阿老实人 第二天 战兔带着潘洞拉魔盒准时赴约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要先挣扎一番 却被对面顺应规避 反手又持下了一击侧提 天才形态的战兔不断释放技能 但依旧无法对反派造成伤害 围观的群众不断呼喊着消灭创奇 正眼的天平开始倾斜 背负着巨大压力的战兔 被反派一脚踹盘在地 掌握优势的反派首领又开始作死 话说果然刀在嘲讽不行吗 愤怒值到达顶点的战兔 危险等级再一次提升 战兔化身彩虹穿过人群 来到反派首领面前 连续两个斩机 将龙我劈出至尊龙的体内 看这画风 怎么有股忽力现场的错觉 战兔抓住龙我的手 将他护在身前 替他挡下所有伤害 突然龙兔才出战案 不远处反派趁着他们大凶恩爱时 已经将危险扳机放入潘德拉魔盒 巨大的能量调入地下核心社区 反派首领准备进入地球内部 毁灭地心 他的小弟则打算收拾残血的兔龙 好在伊凯和幻德及时赶到 二傻拦住了敌人的进攻 与此同时 美空手王上的火星王妃 被他的眼泪唤醒 为了帮助地球渡过难关 参加战兔和龙我的能量瓶 融合从寄兔同龙冠 和尔唯一的创阅 跳入地球内部 追上了反派首领 与他缠络的过程中 兔龙因为抢中身体的控制权 一时间竟然落入下风 不过好在 他们也心手保护期 可以随便让 恢复过来的创阅 向着反派男充去 两边同时召唤出龙和蛇的虚影 混状间反派首领 还在不断嘴炮 试图摧毁战兔的心理防线 还不巧 这次守护爱玉和平等小命骑士 将会用实力回应一切 金兔将创阅抬向空中 庐山神龙梯 他来了 这还没完 设定的法则就才开始定下 战兔使用攻势套索 缠住反派首领 迎接他的则是毁灭和终结 爆炸过后 地球再一次保住了小命 人们重新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但战兔却意外来到了一个平行世界 在这里 所有的骑士都在混战 而其中有位骑士 竟然还能使用创起的力量 他的身份究竟是谁呢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我是阿峰 我们下期再见